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 不过常常我们读到这里 我们就会很快地就读完了 以为这就是以佛所书的结尾 这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今天就让我们就在这一卷书的结尾 几节经文里面 一起来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功课 这段经文是在以佛所书最后一章第六章 二十一和二十二节 我读给各位听啊 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 推击鼓 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 全告诉你们 叫你们知道 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 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 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很简单的几句话 是保罗写与佛所书 最后的祝福之前的一个交代 当然这里提到一个人叫做推击鼓 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和保罗一起同工的 在这里呢 他是称呼为忠心侍奉主的 同工又是亲爱的同工 因为什么呢 因为推击鼓这个人呢 首次在圣经出现了 是在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五节 那一段时间呢 是保罗步道队的同工 那么在保罗步道工作里面 是推算起来 当时是公元五十七年左右 他就加入了保罗的宣教队伍里面 一起同工 而推击鼓这个人呢 最后出现呢 是在提摩太后书 第四章十二节 保罗也提到他了 那是什么时候呢 那是保罗在狱中第二次下狱 在那个时候写的 那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可以推算 大概是公元六十六年 哇 我们可以算出来了 推击鼓啊 其实是从公元五十七年 一直到六十六年 至少有这十年的时间 和保罗在一起 所以保罗说这是亲爱 忠心侍奉主的同工 很难得啊 能够十年在一起 经过风风雨雨 那么现在以佛所书 当保罗写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在被软禁 坐牢的情况之下写的 那由此可见 推击鼓啊 就不只是保罗的 总物同工啊 保罗的这个送信的同工 他其实也是保罗生命中 陪伴保罗直到最后的同工 这样的关系啊 我们可以说 他其实不只是同工啊 其实是同伴啊 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能够一起侍奉主 这个是美好的关系 这个叫做同工 因为工作合在一起嘛 所以就同工 不过呢 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 我们其实不只要建立同工的关系 还要建立同伴的关系 同工是为了工作 同伴呢 是为了生命共同分享 生命共同鼓励 一起奔跑 一起经历人生的高低起伏 这就是同伴 要同见守族情 第一个原则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 叫做 由同工变成同伴 我不知道在教会里面 你有一群同工吗 或者你也参加在 某一个同工群体里面吗 假如没有 我鼓励你 真是能够一起同工 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不过各位同工们 让我们不只成为同工 因为工作而在一起 更是成为同伴 那就是生命经历的分享了 保罗和推积骨就是这样的关系 为什么能这样子呢 当然这是一种刻意安排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下面给我们看见 保罗要和以佛所教会 保持这个特别的关系 特别使用了推积骨 特意安排推积骨 来送信 当然了 那个时候没有邮局的 没有快递的 没有航空信 那怎么办呢 所有的书信往来 必须要有专人传送 那么保罗就要推积骨 将以佛所书 带给以佛所教会 这是推积骨的工作 不过也是一个同伴 为保罗而做的 这里给我们看见 也让我们回想 其实保罗和以佛所教会 的那个远远流长的关系 正如以前我们说过了 保罗是在他旅行步道的时候 建立了以佛所教会 而且在这里停留了一段时间 建立这个教会 使得这个教会就成为 小亚西亚的福音中心 可见保罗和以佛所教会 真有一种属灵的父亲和儿子 的这种关系 这时候他要特别拆遣推积骨 圣经刚刚读 他说我特意打发推积骨 将我们的消息告诉你们 推积骨要能够 从当时保罗所坐牢的罗马 来到小亚西亚的以佛所 这可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航程 有陆路的交通 当然也有海上的交通 陆路交通有危险 海上交通那就更有危险了 但是保罗还是要特意打发推积骨 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保罗多么愿意以佛所教会 来认知保罗现在所经历的一切 同时保罗也要写下以佛所书 将许多重要的属灵真理 教导以佛所教会 那么因着这样 保罗的心是非常迫切的 所以他说我是特意打发推积骨去的 特意的相反是什么呢 各位可以想一想了 我觉得特意的相反 就是随意 随意就是没有什么计划的了 刚好了或者顺便了 我顺便找推积骨把信带去 那时候没有顺便的 那都是特意 那么这个词汇给我们看见 同见守族情的第二个重要原则了 这个原则叫什么呢 是不是随意而要特意 不是随意而要特意 给我们看见一个 不是顺便而是专程 不是因为机遇 而是要好好做计划 这样才是特意 是吗 在今天我们的生活情况 我们所遭遇的一切 当然不像保罗那样 我们没有坐在狱中 我们没有失去自由 我们可以很自由地 特意做很多事情 同见守族情 在疫情之中 是多么需要 有特意这种的态度和做法 最近我们 请传道同工 特意地 关怀一下 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建立守族之情 不能靠随意 不能靠顺便 必须要专程 要有计划 虽然我们现在无法面对面 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 建立守族之情 以前我在新加坡 我认识一个好朋友 他是一个教会的执事 不只是执事 非常热心的侍奉 还有他就住在教堂的旁边 他们教堂是有钟声的 只要听到敲钟的声音 他才走过去都来得及 这么近 但是我有一次跟他交谈 我说你几点钟起床 礼拜天你这么近 真是很方便 他回答我让我很吃惊 他说哪里 我一早就起床了 我一早起床做运动 不是 我一早起床 开着我的车子 走到很远的地区 接三个老人家来我们教会 因为假如我不去接他 交通的困难 让他们就不能来聚会了 哇 我一听到这一位执事的一个分享 我心里实在受感动 他为了帮助三个老人家 从远地来到教会 省去州居之苦 于是他虽然住在教会的附近 但是他特意找起 特意开着他的车 他自己去教会是不用开车的 但是为了建立守足之情 特意 这叫做附代价 这个叫做专程 这个叫做计划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也能够如此 一起地建立守足之情 那这两个原则 就是由同工变成同伴 第二 不要随意 要特意 这两个原则 联合在一起运用 就看见 哇 保罗不只是有同工 他有同伴 他更是非常有计划的 去保持他和以佛所教会之间的关系 对吗 我们说过了 以佛所教会是保罗一手创立的 他是以佛所教会属灵的父亲 当然关心他 于是他就特意让推积鼓 带去他们的问候 带去这封重要的书信 带去重要的真理教导 让我们学习到 同伴守足情的重要原则 那不止这样了 那我们刚刚读这段经文 还给我们看见 看见什么呢 保罗最后写的一句话 值得我们好好深思的 他说我特意打发推积鼓 到你们那里去 为了什么呢 为了让你们了解我们 而且还为了要他安慰你们的心 经文这里很特别地写到 保罗特意叫推积鼓送信到以佛所教会 为了是要安慰以佛所教会的心 为什么这样子呢 其实除了保罗是以佛所教会的属灵父亲之外 这背后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 今天假如我不信 坐牢 那么请问 谁来安慰我呢 我希望你来安慰我 弟兄姐妹来安慰我 你要写个慰问卡 又寄送什么礼物食品 然后在那边鼓励我 牧师为你祷告 不要担心 公义一定彰显 主的爱与你同在 安慰我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狱中 这段经文不是这样讲的 这段经文是说 我保罗透过推积鼓 安慰你们以佛所教会 那就是坐在牢中的保罗 安慰身在自由中的以佛所教会 这不是倒过来吗 是的 这是倒过来 为什么呢 因为自由世界中的以佛所教会 去安慰坐牢的保罗 这是一种社会的价值观 但是因为保罗是以佛所教会 属灵的父亲 所以父亲虽然坐在牢中 但是属灵上来看 他永远是一个教导者 所以保罗去安慰以佛所教会呢 这是一种教会的价值观 这里有两种价值观 我们应该放下社会的价值观 我们应该跟随教会的价值观 那么教会的价值观是什么呢 看重关系 谁创建这个教会 他就是属灵的领导人 不止如此 谁能够将真道交给别人 那么他就是属灵的领导人 不止如此 他不管是经历了什么顺利的环境 但是他在这个或顺利的环境中 经历了上帝的同在 经历了上帝的开路 这样的人就能够安慰其他人 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 前面的经文 的的确确将教会重要的真理 教导了以佛所教会 使得这个教会能够在属灵上 在教会的认知上 在生命的成长上继续地长大 虽然他这个时候 无法亲自来到以佛所教会 但是这位属灵的爸爸 仍然发挥他属灵的影响力 将从上帝而来的真道的影响 传递给以佛所教会 这就是教会的价值观 刚刚我提到以前的一个例子 这又让我们想起来 另外一个例子了 这个例子讲什么呢 有一个员工 他有一位老板 他常常为他的老板祷告 你也可以这样做的 为你的同事 也可以为你的老板祷告 那由于是呢 他的老板呢 有一次真的受感动了 就说 某某啊 我跟你去你的教会看看 这位员工很高兴啊 于是就邀请他老板 来到他的教会了 那么请坐 介绍一下 给他周报 介绍一下这个程序如何如何 然后呢 这老板就参加了一次崇拜 崇拜完了之后呢 这位老板就问他的员工 你们聚会完了 还有什么事啊 我们呢 还有一个主日学啊 老板说 主日学是什么啊 主日学啊 就是我们去学习圣经啊 于是 老板很有兴趣啊 就说 那我跟你去 合不可以啊 当然欢迎啊 于是他就跟着他的员工 去一个主日学班级了 坐下来之后 才知道 原来这位员工 正是这一班主日学的老师 请问 这位员工啊 也就是主日学老师 当上课的时候 他老板坐在下面啊 那他要不要做老师呢 当然要啊 虽然平常啊 是他老板叫他做什么 那是社会的价值观 现在 现在是在一个教会的情况中 于是 谁能够认识真理 教导真理 那就是属灵的领导者 这个叫做 教会的价值观 保罗在这封信的最后 把这三个重要功课 透过问安 透过行动 交给以佛所教会 其实 岂不也是教给我们今天 万事万代的教会吗 求主帮助我们 用这卷书的结尾 教导我们这些重要的功课 特别在这段疫情的时间 我们已经好一段时间 没有办法实体的 一起见面 一起崇拜了 但是我们学习这三个功课 第一 由同工变成同伴 不要只停留在工作的关系 也发展成为 生命陪伴的关系 怎么能这样子呢 当然就是第二个原则 不是随意 而是特意 让我们有计划的 付代价的 不是顺便 不是随意 而是特意的 来建立 由同工变成同伴 第三 我们要学习的 是让我们来建立 教会的价值观 不是社会的价值观 因为属灵的领域 有属灵的规则 在这个属灵的领域里面 让我们用属灵的价值观 彼此对待 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亲自经历 教会最高的元帅 不是任何人 耶稣基督 教会的头 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中 我们一起顺服它 一起经历它 在每一个弟兄姐妹 心灵中的改变 生命中的塑造 使我们活出 这三个重要的功课 真的 在疫情不断地扩展 在疫情的这一种的挑战之中 我们需要突破 而这个突破的方式 圣经已经教导我们了 让我们一起努力来实践 我们一起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 两千年前将这卷书留下来 让我们今天继续阅读 帮助我们 虽然疫情严峻 虽然暂时我们无法一起 实体见面 一起崇拜 但是我们透过网路 仍然能够心连心 一起地由同工变成同伴 随着你自己圣灵的带领 我们特意地建立彼此的关系 于是我们就可以跟随 教会的价值观 属灵的价值观 而不是社会的价值观 求主恩待我们 当我们有这样的心 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 带领我们行出来 活出来 使属灵的生命 成为我们每一天 与神相会的一个真实表现 谢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